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使国家在量子信息科技方面的研究 就在世界最前面 量子信息科技究竟是什么呢 它对我们的实际生活 又可以带来什么影响呢 今集《创科博览》2016的科学家讲座系列 请来了量子卫星麦子号项目的 首席科学家潘建伟教授 潘教授研究量子信息和量子力学多年 是享誉国际的量子科学家 它利用显遣易名的例子 逐步带领我们走进神秘的量子信息科技世界 尊敬的董建华政协副主席 各位嘉宾 其实下午好 非常荣幸 也非常高兴 能够受这个团结基金会的邀请来香港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领域的一些工作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们跟在座的各位一样 都非常希望能够通过科技创新 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做一点事情 那我今天这个报告的题目 是量子飞跃 神话 哲学 互联网与未来 那么我希望能够把这几个东西 比较有机的把它给结合起来 2016年8月16号凌晨 世界上第一颗量子卫星莫子号 从九泉升空 这个就是今年的8月16号 也就是说上一个月 我自己当时也正好在 九泉的卫星发射中心 目睹了卫星的发射过程 那么当时这个天空当中 传来这个巨响的时候 自己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因为经过十亿年的努力 我们终于能够在国际上 首次发射我们这个量子科学卫星 为我们在量子通信方面的研究 走在前面 就是做了一些工作 当时却的心情是非常激动 这是另外一个发射 就是9月15号 正好中秋节的时候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说从这个8月16号到9月15号 其实呢在连续的两次发射当中 我们都搭载了 由我们量子通信方面的一个相关的设备 这个是我自己当时在现场拍的视频 但是我确实是还是非常激动的 我觉得因为得益于国家这么多年来 这个科技力量的这个积累啊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今天呢 在某些方面啊走到了这个国际的前面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 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量子卫星啊 把它取名取作墨子号 那么这主要是我当年在科大 就是学习的时候啊 我从钱林兆先生那里了解到 其实我们中国在古代的时候啊 就已经有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了 那么其中之一 就是生活在2400多年前的墨子 那么现在其实大家主要去查一查历史 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科胜墨子 那么墨子呢 它的第一个实验 它是国际上啊 首次证实了 就是这光线啊 是沿着直线传播 它设计了一个小孔成像的 这么一个就是 就这么一个实验 就这是人 这个小孔 里面呢有个墙 然后太阳光过来之后呢 这影就倒过来了 其实我们今天的摄像啊 然后我们的 就是说是那个 那个 就照相的原理啊 都跟这个紧密相关的 那么这个实验呢 就是为什么是如此的重要啊 我后面会给大家 就简要地讲到 那么墨子呢 它除了科学上的贡献之外啊 它还有一些呢 非常好的思想 也是我非常 就是推崇的 那么它第一个思想就是 平等不爱 它是反对战争的 所以它基本思想啊 就是兼爱与费宫 那么于是同时呢 后来我们经过调查 其实这次主要是 归功于呢 李悦舍和我们科大的 钱林赵先生 他们在就是说 四五年左右啊 四五四六年的时候 通过研究发现呢 就是墨子呢 老早就有很好的想法了 那么在墨经里面 它特别指出 端体质无序 而最前则也 那么方程 我们现代的意思就是说 端呢是物质 不能再细分的 最小的单元了 其实它这个概念呢 就是呢 所谓的原子的概念 这是我们稍后会讲到的 我们量子的里面 那个最基本的概念 它告诉我们这个物质啊 是有一种 不能再分的 最小的单元组成的 那么它跟希腊 哲学家 德摩克里特 当时提出原子的概念 是在同一时期 那么另外呢 其实墨子呢 它还提出了 所谓的光性定律的这个雏形 它在墨经当中提到 止以久也 无久之不止 那么这句话 翻成现代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物体啊 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 运动的物体是不会停止的 那么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运动的物体 没有受到阻力 它会一直会沿着 匀速运动呢 进行下去 那么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跟同时期的希腊的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亚里斯多德呢 他当时就认为啊 他说只有有力 物体才会有运动 如果没有力的话 物体就会停下来 所以他跟同期的 就是古代的 其他国家的科学 那个哲学家比啊 我们的概念 墨子的概念是非常领先的 而我们也都知道 牛顿提出第一运动定律啊 是在2000年以后 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近代科学 不是在我们东方产生的 是在我们西方产生的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量子卫星啊 取名做墨子号之后呢 希望能够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中国人 也是可以做很好的科学 从前有 现在有 将来会更多 那是我们当时取这个墨子号的 那么基本的原因 那么下面我们就讲一讲 就是说我们的量子的科学 怎么会跟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呢 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的一个小说家 吴承恩 他在16世纪的时候 就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小说 叫西游记 那么在西游记里面啊 他有非常多的想象 那么其中一个 叫做天上一日 地上一年 他认为呢 因为天上是神仙生活的地方 时间呢过得比较慢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他在上面 还提到两个神仙 一个是顺丰尔 一个是千里眼 顺丰尔呢 他千里之外的声音 他能听见 千里眼呢 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呢 他能够看见 其实最吸引大家的 对我来说 其实最最让我感到喜欢的 是美猴王孙悟空 那么孙悟空呢 有几个非常奇怪的能力 非常厉害的本领 那么其中一个叫分身树 它毫毛一拔呀 它同时可以出现在好多地方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所谓的金斗云 它可以突然在某个地方消失 放一个金斗呢 就可以十万八千里 在很遥远的地方呢 瞬间地出现 那么我们就想 我们中国古人的 这些大胆的想象 这些想象力啊 你在很多希腊神话里面 是找不到的 它没有这种 天上一日 地上一年的这样的概念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 随着这个近代物理的发展啊 很多这些概念呢 都成为现实了 德意于麦克斯沃尔 在1864年建立的电动力学 然后呢 随后呢 就是赫兹 他在1888年 在德国的一个小镇 喀什洛河 他发现了无线电 那么在这些帮助下呀 在吴承恩提出了 这些概念之后 将近三百年 巴尔呢 发明了电话 当时叫德略峰 那么在50年之后呢 巴尔又发明了电视 那么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 特别是物理学的发展啊 千里眼顺风耳呢 都变成了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 经常要用的东西 那么更加有意思的是 其实吴承恩的天上一日 地上一年的概念啊 可以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面 找到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依据 那么在这个相对论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概念 假定有一个双胞胎 那么双胞胎里面一个 它是宇航员 如果他坐这个飞机 在高速飞行的话 他过了一段时间 在回到地球上之后呢 大家就会发现啊 他的这个兄弟呢 已经变成一个中年的 就男子了 而他的专胞胎兄弟 还是非常年轻的 其实这正好是体现了 这么一种天上一日 地上一年的概念 那么当然这个对于人来说 要把它加速得很大 需要能量也很大 目前还做不到 但是我们对于微观例子啊 我们已经找到了 很多的实验现实 来证实这一点了 那么现在大家可能就会问 那么这个孙悟空的 分身术和金斗云 到底能不能在现实世界当中 被现代科学所允许呢 那么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是我们所谈到的量子力学 那么量子力学呢 它又会允许啊 这些现象的存在 那我们今天比如说 做报告 我们知道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啊 比如说董先生呢 他在香港 他就不可能在北京 在北京就不可能在香港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啊 一个人呢 就他要么就在这里 要么就在那里 他不会同时在两个地方 但到了微观世界的时候啊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呢 其实在某些时候啊 我们甚至是可以处于 好多个地方 同时都可以存在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赵董先生呢 带这个团队呢 去出访了 到法兰克福 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呢 先到北京 那么如果到北京 他可以走两条韩线 一条是莫斯科 一条新加坡 我们可以把莫斯科 过来叫做零 从新加坡过来叫做一 那么但是董先生 因为他非常累了 因为他出访完之后啊 他在飞机上他睡着了 那么回来之后 我们在北京去接 董先生的时候 我们说问董先生 你这次是从哪条路上回来的 而董先生醒来之后 他就怎么搞得 我怎么感到又冷又乐 这两种感觉都是有的 那么这次可能是您太累了 你最好那个 下次再出访的时候啊 就不要睡觉了 因为如果又冷又热的 我们知道 莫斯科是比较寒冷的 新加坡是比较暖和的 只有两个地方 同时都经过啊 你才会感到又冷又热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下次再旅行的时候啊 那董先生又带着我们去出访 出访了好多次 然后他每次 他这回他就非常的老实 他睁大眼睛在看 我到底是从哪边过来的 结果他发现每次呢 要么是从莫斯科那边过来的 要么是从新加坡那边过来的 那么经过莫斯科的话呢 感到比较凉快 经过新加坡的话呢 就感到比较温暖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很放心了 那我们以后再跟董先生 出访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又睡觉了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每次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 我们到了北京之后啊 醒来都是感到又冷又热 那么为了解释这种现象的话呢 我们就不得不啊 假定 当我们没在看 或者在整个宇宙当中 都没有任何地方 任何一个仪器能告诉你 你是从哪边过来的时候啊 其实你是可以同时处于 这两个地方的 这就是量子力学所谓的 这个分身术 那么为什么我们每天生活当中 没有感觉到这样一种结果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啊 如果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 董先生睡着了 这个驾驶员还醒着 哪怕驾驶员睡着了 可能地面上的地面站还在看着 所以总有某个地方可以告诉我们呢 这个飞机是哪条航线上过来的 但到了微观世界这小颗体 它是非常小的 那么在某个特殊的情况下呀 我们确实是没有任何一台仪器 能告诉我们 这个粒子在哪 在这个时候 这个小颗粒呢 同时就可以在好多地方都存在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跟我们中国的 这个道家的学说是非常相近的 就有个太极图啊 就是说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 就是既不是零也不是一 它可以是介于零和一之间的 这样一种东西 那么这么一种哲学啊 其实跟我们每天的哲学是不一样的 牛顿力学告诉我们呢 一旦我们这个初始状态是确定的话 我们用这个力学的翻成 F等于MA就可以算出来了 所以呢 所有的这个粒子的未来运动状态啊 它都是可以精确地预言的 甚至更加我们行星的轨道 都是可以预测的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 所有的事情啊 包括我们今天在做报告啊 可能在宇宙刚刚诞生的时候啊 就已经确定好了 那么牛顿力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呢 个人的努力啊 是没什么意义的 但是量子力学却告诉我们呢 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睁开眼睛去看一下 这个飞机很多很 整个世界的状态啊 都发生了变化了 所以量子力学 从哲学的角度上讲啊 它是非常积极的 那么这个非常积极的科学理论啊 必然会带来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么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讲到的一个叫做量子信息科技 那么刚才讲到 就是所谓的量子呢 就是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元 它有一个不可分割性 就是水分子 它一个一个的 光子也是一个个的 不能再分了 那么在我们每天的世界当中呢 我们一只猫呢 可以处于死和活状态里的某一个 可以来代表零或者一 但到量子世界里面去之后呢 它甚至可以处于这种又死又活的状态的相干叠加 如果整个宇宙当中 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只猫是属于什么状态的话 那么具体的来说 比如说在这物理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用一个光子啊 它的极化状态呢 来代表零和一 那么对这种状态呢 就刚才讲到呢 有一种特征 就是你不能去看它 一去看它的话 它的状态就发生变化了 又跟原来不一样了 所以对那种 你原来不知道的这种量子态啊 你是不可能通过去测量 把它信息都得到 把它拿开精确地复制出来 这就叫做所谓的量子力学 不可克隆定理 就是你去测量它 它就发生变化了 那跟进一步的呢 就是爱因斯坦呢 他说这个东西啊 就是很奇怪 他说一只猫呢 可以处于死和活的状态 如果有两只猫 是不是可以处于这样一种 活活和死死这种状态的叠加 那么这样听起来很怪 那么其实我这里画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图 如果说我来香港的话 我给送给董先生一个礼物 我说董先生啊 你手中这个骰子啊 跟我手中这个骰子是属量子纠缠态的 那我回到北京去之后呢 然后董先生在他办公室 扔一下他这个骰子啊 他说是三的时候 我这边这个也变成三 他那里是二的时候 我这个也变成二 也就是说我们允许这样的 孙悟空的分身术的存在的话 就是这种骰子 处于这种量子纠缠态之后呢 就是说不管这两个例子相距多么遥远啊 它就会有这样一种遥远地点之间的诡异互动 就有点像心电感应一样 那么用这些东西之后啊 其实我们就可以来做呢 很多有趣的事情了 那么上一世纪 量子力学建立以来呢 带来了第一次量子革命 那比如说晶体管啊 核能的应用啊 核磁共振啊 锯磁组啊 高温超导啊 已经在信息科学 能源科学 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方面啊 已经带来了巨大的进展了 那么当这些所有的这么一些规律啊 它都是通过我们对宏光世界的光测 得到一些规律之后啊 非常被动地加以应用 所取得这么一些成就 那么这里面比如说 因为对这个原子然的研制过程当中呢 大家发明了 第一代意义上的通用的计算机 然后呢 随后呢 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检验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比如在西游核子中心啊 有个大型加速器 我们用它呢 来探索宇宙的起源 当时要把这个数据啊 传到全世界各地 然后往外传的时候呢 形成了今天互联网的 这么一种雏形 那么另外我们用原子中 来检验相对论的时候啊 慢慢的呢 我们有一种技术呢 叫GPS 能够来进行全球的精确定位 在外面的展览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 这些由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应用过程当中所带来的 这个巨大的成就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啊 在研究和应用量子力学相对论的过程中 所催生的信息科学呢 已经为我们人类的文明啊 带来了这个巨大的进步了 那么当时这个信息科技呢 发展到现代啊 慢慢的已经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了 目前呢 尽管在大数据时代 我们人类对计算能力的需求呢 是于日俱增的 但是目前人类拥有的计算能力啊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我们做了个计算 把全世界的计算能力 所有的计算机 我们的手机全加起来 那么它的总和啊 在一年里面 都只能完成对2的84方个数据的搜索 所以它的计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另外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 其实我们目前呢 就是存在着无处不太的窃听 那么我们有芯片的后门 可以呢 对你的就是计算机的终端进行窃听 那么你信息在传输的过程当中 别人可以进行窃听 那么你的邮件在通过各种服务器 过去的时候 也可以进行窃听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啊 窃听是无处不在 那未来解决窃听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所谓加密算法 把你的信息进行加密 那么利用加密的过程呢 我们可以保证啊 就是你的身份认证 然后呢信息传输的安全 和确保数据不被创改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董先生给我发一个信息 那么我得保证这个信息 是从董先生这里发出来的 那么如果着别人来冒充他的身份的话 这就很危险了 那么他有个发信息 如果这信息被别人知道的话 也可能会有些问题 那么如果给我发出这个信息 如果被别人创改的话 也会有问题 那么利用加密算法 我们可以比较好的来解决 身份认证 传输加密和数字签名这些问题 但是目前的所有的加密手段啊 都是依赖于 就是所谓的计算的复杂度的 那么依赖于计算复杂度的 传统加密算法在原则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它总是会被破解的 所以有这么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呢 就是科学家呢 在百余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 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呢 就做好了准备了 这里面主要是利用 对这种量子纠缠啊 量子叠加啊 数五空的分生素等等 这种检验呢 来发展起来的一些技术啊 慢慢的呢就带来了第二次的量子革命 那么我们通过对这个单个量子的状态啊 进行人工自备 然后能够让两个粒子之间进相互作用 产生我们所希望的状态 那么这样的话 那个新的学科就诞生了 我们就把它叫做呢 量子信息科学 那么它可以呢 比如说一方面的给我们提供 就是无条件安全的量子通讯方式 那么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呢比如说这是一个发送方 张商这是接收方理事 那么在这个传输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啊 那么这个单量子是不能被分割的 所以这个窃听者呢 要么就把整个信号全拿走了 要么这个信号呢 就可以到达接收方 拿走的话 接收方就说不到了 他不拿走的话 那么他就对他没有影响 那么这样的话呢 用那些没有被拿走的信号呢 我们就给来产生密钥 那么另外一种可能 如果这个窃听者说 我来看一下 这个量子是处于什么状态 那么本来是处于忧冷忧的这种状态 被你一看呢 就变成了冷或者热的状态了 所以到最后这个接收方 他可以知道 我这个信息被别人给偷看过了 那么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执行一种原理上 无条件安全的通讯方式 可以从根本上啊 永久地解决我们的 信息安全传输的问题 那么另外还一个比较有意思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就用一个比较科普的图 来解释一下 那么比如说啊 我想就是从北京来香港开会 那么飞机呢赶不上 如果我在这个香港和北京之间啊 有很多这种纠缠物质的话 那我可以把我这个能 和在北京这种纠缠物质啊 做一种操纵 操纵完之后呢 我可以把这些粒子纠缠起来 纠缠起来之后 我就会得到一个测量结果 我把这测量结果呢 通过无线电台呢 发到香港 那么香港这种纠缠物质 我对它做一个操作啊 我就可以把我这个能体呢 给重新的构造出来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会包含有原来的北京 这个我的 所有的记忆痛苦 我的快乐和节病等等 都是可以的 那这种原理上讲 当然这个要送人 我们可能也许一百年 也许两百年 因为从牛顿力学提出来的话 到最后我们发射卫星上天 也是花了几百年的时间 但是呢 这么一种操作啊 允许我们的信息 在一个网络里面 走来走去的话呢 我们已经来 可以来构造一种机器 我们把它叫做呢 量子计算机 因为我们的能体啊 是由十的几十次方 一个原子组成的 这非常困难 但是对于我们一种量子计算 我们只要有几十个粒子 或者几百个粒子的 相刚操纵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只有一个比特 那么在经典世界里面 它只能处于零或者一 到量子世界就零加一 那么如果说 我有一百个比特的话 在经典世界里面啊 这台计算机的话 只能处于 二的一百次方个状态 里面的某一个 但到量子世界的话 这个二的一百次方个状态 是同时都存在的 那么这么一来 你对它进行操作的时候啊 你就是操作一次 能够操作的能力的速度啊 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讲的话 它就可以比它 快二的一百次方倍了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 那么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来构造一台 量子计算机的话 比如要来分解一个三百位的数 比如说六等于三乘二 十五等于五乘三 那么这个数如果是三百位 这么长的一个数 你要来算它一下 它等于什么乘什么 那么用我们目前的 万一次的计算机啊 它大概需要呢 十五万年 但用万一次的量子计算机的话 滴大一秒钟就算完了 所以它的计算能力 就可以得到大大的提高 那么再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要来求解一个 十的二十四次方格变量的 现前方程组的话 那么用太湖之光 目前是全世界最快的计算机 需要一百年 但是利用万一次的计算机的话 只需要零点零一秒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计算机 造出来的话 就可以带来这个计算科学方面的 这个巨大的革命 所以按照大家的说法 就当量子计算机发展到 五十个量子微 就能够来操纵 五十个粒子的时候啊 就能够实现 所谓的量子称霸 超过世界上 任何传统计算机 能够解决 传统计算机 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么当然 第一次实现量子称霸呢 肯定会成为物理学 和计算机科学的 一个里程碑 我们不敢说 这个事情是到底 三年里面发生 五年里面发生 但我们觉得 应该是不会太远了 我们觉得十年之内啊 肯定这个事情 是应该会发生的 那么另外 它也可以用于导航啊 等等一些 非常有用的 这么一些过程 那么在这一块呢 我们国家呢 就是说 特别是量子通信方面 是起步比较早 其实我们在08年的时候呢 就在安徽合肥啊 建立了一个 全通行的 量子通行网络 然后到2012年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覆盖了 大概六千多平方公里 46个节点的 能够支持 旺用户使用的 这么一个通信试验释放网 那么随后呢 就在2012年的时候呢 已经呢 就是开始在北京呢 就在某些 就是需要安全通信保障的 就是部门呢 已经投入了永久的使用了 这个是一直在使用的 那么除此之外 因为光光靠这个成语网啊 它的应用还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目前呢 我们国内的一些 学者和团队啊 共同努力 在承担一个 就是比较大的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呢 我们就把叫做金户干线 那么我们估计呢 会在今年的年底啊 会全线开通 那么这个光线的整个长度啊 是两千多公里 那么两千多公里 我们这里面有好多 就是说叫成语网 上海啊 合肥啊 济南啊 北京 那么我们会建成一个 高可信的 可扩展的 这么一个均名两用的 广于的 广于量子通信的网络 那么慢慢的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会来呢 进一步推广啊 这个量子通信的应用 但是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很多移动的目标 然后我们也要希望 能够把量子通信 能够拓展到全球的范围 同时呢 我们希望呢 也能够把它拓展到 移动的目标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是就是说 我们在金属干线里面 准备做的事情 那比如说 我们主要是为了 中国工商银行的 北京的数据中心 和中国工商银行的 上海的数据中心 来做一些呢 就是远程的数据 栽培的一些工作 那么也有一些 相关的银行方面应用 那么当我们希望 能够把这个东西呢 远距离拓展的时候啊 那我们光靠 官线网络就不够了 所以从2003年开始 我们基本上比国外呢 早一点 开始这方面的一些 相关的工作 那么目前呢 我们经过将近 十多年的努力啊 随着8月16号 量子卫星的发射呢 我们计划呢 来实现啊 这个高速的 这个新地的量子密钥分发 那么这样呢 在卫星的帮助之下 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 乌鲁木齐和北京之间的 这个安全的通信 那么除此之外啊 我们也有一个实验 希望能够来在大尺度啊 开展 刚才所说的 爱因斯堂所讲过的那种 遥远地点之间的 诡异互动的 在大尺度范围的检验 那么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啊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 对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检验啊 搬到太空当中 那么在未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用来检验一些 比如说量子引力的模型啊 等等啊 在物理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呢 做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呢 希望能够实现啊 就是量子引擎传态 也就是说量子世界里面的 孙悟空的金斗云 那么在这边 我们的阿里有个地面障 我们希望能够实现 千公里左右的 把一个量子态啊 能够从这个地面呢 传输到卫星上面去 这是我们这个卫星的 这么一个相关的 就是说 就是研究目标 那么目前随着我们的 卫星的发射呀 我们已经呢 在就是8月31号 也就是说几个星期之前啊 我们已经在北京的 就是新龙站的国家天文台呢 成功地建立起呢 新地的量子信道了 那么这个时候 是我们的这个 整轨实验的 最后的一个合成图 那么这里面 其实这个 代表着卫星的轨迹 那么红光是我们地面 为了能够看到卫星 然后卫星呢 发绿光回来 那么这里面 为什么会变成一段段的呢 因为我们这个曝光的时间呢 比较长 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大概是那个几十秒 就是几十秒左右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这卫星就变成了相当一个一个限段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在所有的测试当中啊 目前的整个状况 是非常的良好的 那么我们非常有信心呢 在就是不久的将来啊 能够开展相关的试验 那么最后我简要介绍一下呢 我们目前在这个量子计算方面的一些发展 那么我们希望啊 能够通过五到十年的努力 在国家的支持之下啊 我们希望能够实现 一百个这种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 那么它在某些特定问题的求解速度上 它的计算能力就可以达到二的一百次方了 我刚才讲到 现在把全世界的所有的计算机全部加起来 它的计算能力是二的八十次方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十年之内 把这么一台计算机在一个小小的实验室 把它给研究出来的话 那么它对某些特定问题的求解速度啊 就可以是全世界所有计算能力 总和的一百万倍左右 这从这个就是应用的角山讲 是非常有意识的 那么最后呢 就是作为一个总结 我就简要讲一下呢 我们对这个领域的一个展望 那么我们非常希望啊 能够通过十到十五年的努力啊 能够形成一个天地一体的 这么一个全球化的量子通讯的基础设施 那么可以来构建一个 有量子通讯安全保障的 未来的互联网 那么在我们目前的国际上同行呢 都把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Quantum Internet 这是第一方面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十年左右的努力 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希望啊 能够通过将近十年左右的努力呢 能够在就是规模化的量子计算机方面 做一些工作 然后能够把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发展起来的量子精密测量的这些技术啊 能够用于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导航啊等等 国防和民用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机制方面 那么作为一个总结 我想就是简要的就是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啊 我自己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 因为其实我们是02年开始做这个事情 我们一路走来呢 其实是比较的不容易的 首先我们得证明 这个光子啊 穿越大气之后 它能够存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03年开始准备 04年在国际上呢 做了第一个实验 那么05年呢 我们呢 就是在国际上发表了这个成果 那么随后呢 我们还得进一步证明 就因为我们在夏天 你在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啊 你会看到星星有时会在闪烁 因为这空气的每个点 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之后呢 那么它就这个折射率就会发生变化 那么折射率发生变化 这光线就会抖动 那么你要保证这个千公里的光 回来之后能够很精确地 投到你所的接收器上面来 这个技术也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得益于我们当时 我们中国科学院有个研究所 叫成都观点所 它有这个自适应光学的技术啊 我们正要把它们技术 用上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个 卫星的这个很好的锁住了 那么另外我们也得保证 我们一些非常精密的仪器啊 上天之后啊 能够在宇宙射线的这个轰击之下 能够很好的存活 那么当时我们在研究 这个卫星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仪器 送到西欧的核子中心 那送到西欧的核子中心之后呢 本来我们这个卫星的设计 寿命是两年 当我们送到西欧的核子中心之后呢 发现这个在宇宙射线的轰击之下呀 它几天这个碳子就死亡了 那么后来我们说 这个实验就又做不成了 那么后来我们就给这个碳子 去穿上了很厚的铁衣服 就是金属衣啊 但是还是没有用 然后后来发展了各种技术 发现我们用的低温技术啊 把它给冷却下来之后 它在极低温的情况下呢 寿命可以变得比较长 所以这一路走来 我就说我们是经历了 就是比较多的坎坷 但是非常得益于 稍后大家也会在外面看到 我们的展览里面呢 我们国家的一些空间技术的 这么一些优势啊 所以我们把这技术集成起来之后呢 才就是说是非常幸运的 就是走到了这个国际的前面了 那么目前呢 就在我们这个领域啊 就欧洲啊 美国也有相关的计划在进展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呀 能够继续保持我们在这里面的 相关领域的一些领先的优势 我给大家的就简要教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